光州世代運網球項目 李星翰與彭賢穎的衛冕組合 要延續中華隊在南雙項目的四連霸大夜 第三輪遭遇蒙古對手 一開始就展現強悍氣勢 李星翰用一罐的炮彈式強力擊球壓制 而彭賢穎則在往前伺機而動 蒙古對手無力招降 兩人只花了41分鐘就以兩個6比1 輕鬆獲勝挺進8強 其實沒有特別準備 我們就是打好我們自己的球路 然後正常發揮 每一場都要很專注 不然的話也沒辦法延續到下一場 也不能說這場對手比較弱一點的話 就放鬆嘛 和蒙古對手比起來 最大的敵人可能是天氣 光州當地下雨 比賽場地改到室內球場 而且場地只有四面 讓比賽延誤了整整兩個小時 賽前還無法熱身練球 而且彭賢穎在上場之前 身體還出現了一點小狀況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場位出了一點問題吧 等一下去給醫生看一下 蠻痛的 一開始痛了一點 不然很痛 對啊 回去給醫生看一下 應該沒什麼事 我想 小毛胃痛 黃金男霜照樣贏球 首輪輪空 兩場比賽打下來都是直落二 而且總共只丟五局 兩人評估真正的考驗 要從八強賽才要開始 我想應該就明天吧 明天香港跟印度 我想香港他們應該會贏 然後他們兩個都是在美國念大學的 那邊的就是打NCAA的嘛 實力都還不錯 從出發到準備 一直把目標放在韓國那一組吧 因為韓國那一組 畢竟有一個拍前100 然後加上他也年輕 然後我們之前交手很多次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明天先贏下來 然後我們後天再看看這樣 八強戰 黃金男霜將迎戰香港組合 就像李星翰說的 不管碰上誰都要一場一場 全力以赴 朝著金牌未免目標邁進 我來訓練過兩場蔡琴瑾 韓國光州採訪報導